大家好 今天是107年3月18號 那今天帶各位來試吃牛奶果 那牛奶果又叫新蘋果 這是前天3月16號下午採摘的 那讓它後手兩天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各位分享 牛奶果剖開之後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它到底好不好吃 等一下我會請老媽子試吃 那請他講吃完的感覺 那我們就從側面剖開 經過後手之後它感覺已經蠻軟的 那側面剖開主要是要讓大家看一下它裡面種子的分布 種子的分布 感覺上就很甜的感覺喔 來 你看上面這邊 牛奶的顏色這樣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 哇好漂亮喔 感覺很甜 都是水 哇都是水 你看哇 都是水 哇 都是水 來 這裡有湯匙 來 游游這邊有湯匙 來 我們用湯匙挖看看 哇 有沒有看到牛奶 哇 哇 看起來就好漂亮 來 我們請 老媽吃吃看看 好喝 好喝 來 什麼味道 嗯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嗎 嗯 香香香 有比黃金果好吃嗎 它的味道感覺怎樣 嗯 吃起來的感覺 嗯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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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有吃的人都要講心得喔 來,長鏡子,吃一下 好,這個就是牛奶果 那我自己也吃看看 不要說不要說,不要說什麼 它有一種香味 它會甜,有一種香味 這種香味,嗯...不會形容耶 甜甜的 我也不會形容這什麼味道 但是,嗯...甜是沒有非常甜 但是,微甜啦,清甜 但是聽說這個東西 嗯...對普魯中的婦女很好啦 不知道真的還是假的 紫色的部分,皮的味道會比較... 沒那麼甜,但是比較有一種 葉子的味道還是什麼 但是中間 九層塔 對,有一點點九層塔的味道,很奇怪的味道 嗯...不會形容 那說實在了 那請用... 中間的部分 中間的部分 這邊比較好吃,比較甜 外面的部分有一點九層塔 那請用... 應該算是九層塔的味道 對,有點九層塔的味道 好,今天就試吃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歡迎您點擊按讚分享 並訂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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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